黄纯纯金针花海满布整片草皮 远眺群山美景在阳光照射下 宛如一幅美丽的田园画作 时序进入夏天 8到9月份将迎来金针花盛开 花莲金针花季也将开跑 都是尽心尽意 而且开发出非常多的季节限定的商品 由花莲赴李玉西两家农会推出主题活动 不仅赏花油城还有DIY体验 创意美食金针花夹肴等 每年金针花季大约落在8到10月份 金针花又称为圈草 旺幽草或者母亲花 虽富含营养价值 但是生食有毒性 需要煮熟才能吃 在夏季展开之后 吃颗山和六十淡山的我们的这间花海 也开始来开放迎接大家 想欣赏金针花美景 徜徉在金黄色花海中 不止花莲台东也有秘境 天山农场还举办夏日野餐派对 而来到中部南投日月坛 5到6月份就有一批金针花可以观赏 8到9月还可以再看一次 往北走就连桃园或者阳明山竹子湖 也有金针花农园 新一波赏花季到来 把握梦幻花旗 在今年夏天已难忘美景客厦 永恒回忆 八道新闻综合报导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喔